在本讲当中我们要接触到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设计模式 这个词咱们听起来又是非常高大上的 这个设计模式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咱们在之前的程序设计当中 其实会接触到大量的函数和类 这里边我们就会设计到说 哪些功能应该被封装到一个函数当中 哪些功能应该被封装到一个类当中 当这些类之间互相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又该怎么来去设计这些类 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模式所要研究的事情 咱们本讲当中就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在Python当中可以使用的长度几种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的话我们说 其实主要就是用来合理组合 多个函数和多个类的方式 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开发人员的 从计算机产生一直到现在 其实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这些通用的这些模式了 这些模式的话 其实我们把它归结起来 就形成了我们现代计算机设计的这些设计模式 这个设计模式的话 我们按照它的不同的一个行为 给它分成了三种 分别叫做创建型模式 然后结构型模式和我们的行为模式 一共是三种行为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创建型模式 创建型模式主要是什么 是我们的程序想要去创建一些计算机当中的一些实体的时候 我们才会设计到创建型的模式 创建模式其实有很多 这边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创建型模式叫什么 叫做单立模式 有时候运行起来只有一个实例 这一个实例的话 可能同学会说了 我去编写一个类 这个类变成我们的实例的时候 这边每次实例化 我这实例互相之间都不同 对吧 这是它自己的一个语法上的要求 这里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要求什么 这个类每次再去引用实例的时候 我希望它的实例是相同的 这个其实叫什么 就叫做单立模式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苹果的这类 这边我实例出来的时候 它始终都是一个苹果 比如说对第一个苹果 第二个苹果我可能去切一刀 这边所操作的对象都是一个实例 但是这个实例刚好又在不同的文件当中 这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单立模式了 就是单实例的意思 单实例模式我们怎么实现 其实非常简单 在Python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 有很多复杂的实现方法 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的Import 比如咱们的代码当中 我们去Import一个库的时候 这边它其实就是一个单实例模式 因为我们讲了 Import的时候 如果它被导入了多次 其实就会被当作一次来对待 这个就是Import它所起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了 就只被实现一次 咱们知道单实例模式可以通过Import的方式来去导入 但是这里边我们说单实例还不是最有用的地方 最有用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其实可以把实例的这些属性给它共享出来 这边我们说了除了单独的一个实例之外 我这边这个实例各个属性 我这边也只能让它出实话一次 这个东西我们拿什么来实现 来咱们实现的属性 可以借助咱们学习的类的属性这种方式来去实现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代码的样例 帮大家来去理解 怎么来去让多个实例 共享我们的一个类的实例的属性 好 咱们来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我先让它运行一次 好 运行一次之后的话 我们主要来关注它的这样的几行 咱们先不看上面的定义 好 这边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我这边有个叫做MyClass这样的一个类 在这里我想把MyClass这个类给它实例两次 一次叫C1 一次实例叫做C2 在这里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GetVariables 是吧 这边的话对于这个属性来讲 我第一次实例化的时候给它复制成1 第二次实例化的时候我给它复制成2 但是在这我其实想要做一个特殊的事情 我希望什么呢 即使你实例化很多次 在这里的话它这个属性还是相同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第一次实例化的时候我给它复制成1 第二次实例化的时候复制成2 相应的我的第一个这个值的属性也要跟着它一起变 也要变成2 好 那这边比如说我实例化之后 我再说出C1的这个属性的时候 OK 它也是2 那这边我通过这个函数叫Display 好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Display这个函数我们返回的时候就还是这个属性 是吧 我调用这个方法返回这个属性的时候 也是变成了这个2 是吧 好 那这边就实现了一个什么形式 我虽然实例化了多次 但是它的属性是一个属性 是吧 有时候任何实例对这个属性发生修改 那这个属性都会变化 每个实例的属性也会跟着变 是吧 好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什么呢 是比我们的单例模式当中更有用的一个扩展 是吧 好 咱们来想一想这是怎么实现的 如果你要有思路呢 我建议你可以暂停视频 自己先来尝试一下 那如果没有思路的话呢 咱们跟着这个视频继续往后面去看 好 那我怎么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那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PPT啊 就想到了一个提示 我们说了咱们这边去编辑这个类的时候 那咱们的这个类啊 是可以有对应的这个方法的 好 那这些类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说了这个方法里边我们叫self 点儿这个属性 哎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实力的属性是吧 好 那这边我说了 不写在这里边 而把它写在类的下面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属性就叫什么呢 就叫做类的属性 这个类的属性啊 它不会随着我们的实力化发生变化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思路了是吧 我先定一个my class类 那其中呢有一个属性为了帮你好区分 我就把它定义成叫做下滑线class 下滑线variables 好 那把它的值设计为呢 那当我们进行这个类的实力化的时候 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去调用了一个实力化的属性 叫做get variables 好 那这边也就是我为它复制一 复制二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get variables 这个属性就直接得到了这个值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在里面要做一些手脚了 那也是为它复制和对它进行这个输出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那由于我们这个属性其实有很复杂的这些操作 所以咱咋办呢 把它定义成我们的一个属性是吧 咱们通过property这个装饰器 就把函数定义成了属性了 那就是当你去读取这个属性的时候 比如说ce.get variables 这就是读取是吧 当你读取的时候 我返回的是谁呢 我返回的不是它 而是返回的什么 我们的类的一个属性 好 这个地方呢 大家如果没有理解它的话 可以把视频暂停 看看它是如何读取过来的 好 那这边我们来看 第一步是 实例 第二步是调用实例的这个属性 那调用这个属性的时候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类 在这里边有一个装饰器 叫做property 它可以把我们的方法装饰成属性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调用ce.get variables的时候 会当成属性来去调用 那当成属性去调用的时候 那我们去执行这个方法 反回谁呢 返回这个类的这个属性 返回它 好 那这里边当我们去进行这个值的设置的时候 我咋设置呢 那这个设置的时候啊 我们要用get variables.setter这样的一个描述器 我这边把注释给大家去加上啊 那它被称作是描述器 那setter 那这边当使用这个get variables.setter的时候 那咱们的这个get variable啊 就是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我们的c.get variable等于什么 这样的一个一个设置方法了 好 那这个设置方法调用的是它 还有什么方法调用的是它呢 咱们看这个初日化的时候是吧 get variables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呢是我们的类 通过IIT方法接收到的参数是吧 OK 那这边我们接收到这个参数之后 接下来我怎么给它设置值呢 我这回设置成当前实例 好 C就是当前实例是吧 点儿双下化线class 好 又是一个新的模式方法 这个模式方法表示什么呢 C实例化的时候 它对应的类 好 这个类是谁啊 myclass是吧 好 然后这个类的属性是吧 这个类的属性是谁啊 下化线class variable 好 又是它等于我们的variables OK 请你看到我们通过属性的描述符 以及setter这样的一个描述器 我们就把什么呢 把我们对get variable这个变量的负值和值的取出 咱们都通过谁啊 通过这个类的属性的方式来进行设置 然后又读取它 那就是直接读取类的属性 写入它 写入这个get variable 好 那这边也是写类的这个属性是吧 好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用户来讲 用户可能看不到上面类的定义是吧 哎呦 看到的是下面的 好 那如果我们说了 我实例化一个C 我给这个实例化的时候 它的值复乘1 好 复乘1的时候 其实直行的就是在这儿是吧 那我这边调用get variables 我这边实际上就是调用它是吧 好 那我这边把下化线class variable 给这个类的属性进行了一个复制 好 那这边我们再去实际化C2的时候 那同样的逻辑也是给类的属性去复制 所以呢 我们再去读取C1的这个值了 好 依然是读取谁啊 类的这个属性是吧 好 这边我就拿到了这个对应的这个2这个值了 好 那我去display显示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显示get variables 好 那这边其实你看还是这个值是吧 好 那甚至我们可以咋做呢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这个C1.get variables 是吧 或者你调用C2都可以是吧 那咱们来去运行 好 你看 我们即使调用了C2 那这个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依然是C1发生了变化是吧 OK 好 那回到我们的这个PPT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实现的这个叫做monostate 那它主要的功能叫做多实力共享一个属性 那这边这是我们的一个创建型的这种模式 好 那这个设计模式 其实大家现在应该有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体会了 这个体会是什么呢 这个设计模式啊 就是我们来去解决一类的通用问题的一类的解决方法 那这边我们说了这类方法的话呢 它不是函数库 对吧 比如像我们导入的OS库 导入的Time 时间库 不是这样的 那些互导入进来是什么 是我们想要用它的功能 那这个模式我们导入进来 想要用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这个代码的一些组成的方法 那这边当你去学了这个多实力共享这个事之后 那这边以后你再遇到同类型的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就可以用它来去解决了 这其实就是设计模式 给大家起到的作用 那这边这个设计模式当中的话呢 其实是涉及到我们的如何创建一些对象 创建一些属性的时候 我们设计到的 这叫做创建型模式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看啊 还有一个叫结构模式 结构型模式主要是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用来做我们的这个多个类之间组合的一些搭配方式的 我们称作结构型模式 好那结构型模式当中 我们最实际上使用的最广的叫什么 叫做适配模式 通常是用来解决这个兼容性的这个问题的 那这边像我遇到的兼容性啊 我觉得最多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USB的这个插口是吧 那这边我们知道有这个Type-A类型的 那就是我们标准的USB 我们经常遇到很苦闹的事情就是 把USB插到这个鼠标插到这个USB插口的时候 正着插插不进去 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翻过来是吧 再插又插不进去 然后再正插好插进去了 因为啥USB是单面可以插入的是吧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引入了另外的一个方式 叫啥叫做Type-C 对吧Type-C 你看两边都可以插是吧 它是一个双面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有两种接口了是吧 那这边如果呢 你的这个拿了一个新的电子设备想要去插 那这边如果世界上只有这两种接口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什么 需要中间做一个转换 如果你的笔记本只能这是Type-C接口的 那这边你的设备是Type-A的 需要做中间的一个转换 也就是所谓的适配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那咱们在编程里面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咱们就拿咱们的这个USB的这个事情 给它写一个程序 让大家看看适配模式 在这个结构模式里面是怎么用的 好我们依然来去看这个代码 好这个代码当中的话 我这边定义的比较简单 这个Type-A 有咱们的这个单面的USB模式 我这边只定义了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GetName 一个是GetFace 我这边就直接不叫GetFace 我直接就叫OneFace 帮你好区别一下 好这边是单面的 好那另外呢 我们再定一个这个接口 是吧 这个接口叫做USB Type-C 对吧 好那这边有它的名字 还有呢 为了帮你好区分啊 把它就定义成双面的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说了 在你去插这个设备的时候 假设我们做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的时候呢 他需要看 我们这个接口是Type-A 还是Type-C的 Type-A的话 我就可以单面去插是吧 你不能去调换面 如果是Type-C的 两边都可以插 好那这时候 其实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好那这边 我们这个机器人啊 再去插这个接口的时候 即使我使用Type-C 我是不是不只是双面可以插 我用单面依然可以实现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 兼容性的这个问题了 好那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遇到一个啥问题呢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插 第一个接口 它是Type-A的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直接去使用单面的这个方式 对吧 因为我们的USB只能单面插入 好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是第二个接口 第二个接口呢 它是Type-C的 那这边你说 它双面两边都可以插 那这时候呢 那如果它对这个接口插入的时候 它使用单面 可不可行呢 好同学肯定说 这也是可行的 没有问题是吧 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的 去编写程序当中出现的 那这边 当我们去实力化 第一个实力的时候 那这边它用自己 很老旧的一个方法 单面去插入是吧 好那这时候呢 当我们的这个程序啊 去不断的叠 升级变成2.0版本的时候 那它在用第二个接口的时候 第二接口 它其实是可以支持单面 和支持双面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开发人员 其实要告诉用户是吧 告诉他什么呢 你可以用这个单面的接口 也可以呢 用Type-C这种双面的接口 那甚至你还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Type-C 也像Type-A一样 是吧 你随便选一面去插进去 就可以了 好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其实发现 我定义的这俩类啊 在使用的时候 就有点麻烦了 那有点啥麻烦呢 如果使用Type-A的 告诉他 必须得用单面 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吧 那调用的时候 就是Type-A实力化 点 One-Face 好 那如果你用Type-C呢 它必须什么呢 要去学Type-C点 什么 要加双面 好 那这边你再来一个新的接口呢 那这边可能会有三面 四面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要使用的时候 那这边它的这个方法太多了 而在这里 我们的这个新的方法 其实又和旧的方法兼容 好 那这个双面 其实就是你插哪一个单面都可以 是吧 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就需要一个 中间去转换的适配器 是吧 那这边我们要把Type-C转成USB 或者把USB转成Type-C 咱们在现实当中 要有一个转换的数据线 是吧 好 那这里边我们再去设计 这个类的时候 也会遇到这个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也要一个适配器 好 那这边我们来去定一个 叫做这样的一个类 好 这个类怎么办呢 我们来去继承我们的这个新的类 继承这个新的类之后 那这边怎么来去让它 兼容我们原来的这个方法呢 那在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定义一个 原来相同的这个单面的方法 然后的话呢 我们执行的时候 上是谁啊 返回我们的这个双面的方法 OK 那这回我们用起来就容易了 是吧 好 那这边当你拿一个USB的这个接口 好 那这边它的方法 只能是用单面来去插 它在单面去插完之后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是吧 好 它输出自己的one face 可以执行 那这时候呢 当你拿了一个Type-C的这个接口 那这边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新的用户 好 那这边我就教它什么呢 你可以使用一个新的接口了 那这边让它去实力化我们的USB Type-C 好 那这边它可以直接使用双面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了一个新的情况 我们的使用Type-C的这个老用户 它发现什么 我们有Type-C可以用啊 那这边这个老用户啊 我也想要直接去用 而且它的方法呢 也还是想用单面 怎么办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FSR 等于谁啊 继承我们的这个USB Type-C的Adapter 其实你这一边 它的时候就相当什么 我给Type-C前面加了一根延长线 是吧 它呢 可以把Type-C转成我们的Type-A 好 那这边我们使用一个新的接口 让它变成我们的Adapter的一个实力 然后呢 接下来新的接口 你看它也可以去调用啥 也可以去调用单面 好 有时候我们即使在后边 把这个代码升级了 那这里边我们的老用户 也可以依然用原有的这个方法 对吧 那这边即使它用原有的方法 那这边实际上它是在调用什么 在调用我们的新的这个功能 OK 那这个模式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我们的适配模式 好 那适配模式 其实我们来说 它主要用来解决的 就是叫兼容性的问题 那这里边主要的用处啊 就是我们在编写这个类的时候 已经给用户提供服务了 那这时候我们来了很多新的这个方法 那用户要不要重新学一遍呢 不用是吧 我们通过适配模式 可以给我们的这老用户继续提供它旧的这个接口 那它去调的时候呢 我们在程度里自动的转换成我们的新的接口就可以了 好 那这种模型其实学会了是吧 学会了之后 那这个以后你的这个代码再去升级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去通知你的用户说 我这个代码升级了 所有的API全变了 你必须全重新学一遍 现在就不用了是吧 这就是结构型模式给你带来的一个好处 好了 除了这个模式之外呢 还有一些行为模式 他们说了创建模式 那这边主要包括怎么来去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我们这个很多这个非常牛的程序员 给我们去总结的模式是吧 结构模式 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吧 好 行为模式 也是它的一个工作的这个行为 好 那行为模式当中的话呢 其实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叫做结构链的这个模式是吧 结构链呢 其实它简单来说 就是实现我们这个发送和接收的一个接偶 让这里我们的这个多个对象 可以去接受发送者的这个请求 并且沿着这个链一直传递下去 直到呢 有目标去处理它为止 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模式当中的结构链模式 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设计模式 那比如说我们最经典的场景 异常分层处理是吧 那当我们去使用自己的这程序 我们去请求网络当中的一些资源的时候 那这边我们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请求失败了是吧 好 那请求失败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来去捕获它的异常 并且精确反馈异常啊 那这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用责任链模式来去编写 这边怎么来编写呢 咱们通过try except来去捕获异常 那捕获的时候 如果发现什么呢 请求失败 那这边我们先判断它的异常 是不是准备DS 我预名解析都没有过去是吧 我怎么可能请求网站呢 那这边DS是不是异常 如果DS没有异常 那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去判断异常 是不是解析完成之后啊 我请求的http 比如说这个网页不存在 返回的404 http层面的异常 那这边还有再更底层的 那http请求网页 那这边我们通过了 那这边是不是什么 我们在连接的时候 由于网络比较缓慢 我连接超时了 那这边我们逐层去返回是吧 那这边你去编写 这样的一个模式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就叫什么 叫做责任联系模式 好那除了这种模式的话 我们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场景 那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疫情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出现疫情之后的话呢 那个我们拍摄的 回不去北京了 那这时候他怎么办呢 就要跟他的这个领导 来去请假是吧 那这个请假的时候 公司有一些规定 什么规定呢 就是如果是三天以内啊 可以和自己的 这个小组长是吧 来去请假 那如果从三天到七天 回不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跟更大的这个领导来请假 好那这边这个要求呢 如果七天以上还回不去呢 就要跟总经理来去请假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了请假 这个就是我们要传递的一个消息 那传递的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设计这个模式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怎么办 基于我们的这个时间范围是吧 if条件小于三 if大于3小于7 然后什么大于7小于30 然后让那个消息逐层的去传递下去 那直到什么 有第一个人处理为止 对吧 那这边比如小于3 那这边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 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并且处理完成 OK 整个请求就关闭掉 好那这边如果呢 这个这个是七天 好 技术经理处理完之后 接下来继续传递给更高层的这个领导 是吧 那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责任链的这种传递模式 你看就是把发送者和接收者去做了接偶 我们传递的实际上是消息 那这个传递消息的时候呢 其实多个对象可以接收到这个请求 并且呢我们沿着这个链式结构 一直去传递下去 OK 那这个链式结构就可以用我们的列表来去表示 是吧 那这边直到有目标处理完成 OK 那我们就把我们列表当中的这个值给它pop出来 是吧 对 这个值就处理完成了 好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设计模式 和我们实际生活当中 和我们去解决问题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吧 好 那责任链模式的话呢 一般都是由我们的这个if else 以及else if这样的这个方式 来去组成的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主要是强调这个模式 好 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来去总结一下设计模式 那其实设计模式非常非常的多 在这边呢 只是针对我们的创建型 我们的结构型 我们的行为型 三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设计模式啊 给大家分别举了一个例子 是吧 那在这个例子当中 大家其实会发现 这些设计模式呢 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组合我们的这个代码 那这边通过这个设计模式呢 我们还可以去缩短代码的开发周期 提高你的代码的这个成熟度 那关于设计模式的话呢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种类 那这些种类的话呢 有的适用于詹瓦斯加加语言 有的适用于Python语言 那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基于这些模式啊 来去做这个代码之间关系的一些积累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设计模式的主要的内容